这张照片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曝光 那这张土传说中就是郭哲敏他所拥有的资产 非常有可能这一些的段落 这个土地这一大笔的土地 就是由郭哲敏所拥有在桃园的土地 2020年的11月 郭哲敏在桃园的巴德买了价值近10亿元的农地 就在捷运的绿线跟钢洞土的大勇士地重化区的周边 诈骗集团买农地不会是为了种田吧 你怎么会知道涉战之后周边的土地可能会被征收 怎么知道他有机会能够变更地墓 所以我们要公开的请问郑文灿 你当时去巴巴会馆 你知不知道巴巴会馆的老板是郭哲敏 你说你跟林炳文不熟悉这是真的吗 那我们今天要质疑的是 郭哲敏先生他有没有事前的得知特殊的讯息 让他在这个地方可以去买农地 甚至买了之后再去做借贷把钱再带出来 然后让他们这一些地下汇队的这些诈骗集团 能够在土地的开发上面也能够取得暴利 他这个10亿的价值土地竟然跟陆族 桃园市的陆族区的农会借贷了高达4亿元 巴德买地不跟银行借贷 不在巴德农会借钱 竟然在芦族区农会借贷 大家知道芦族是谁的选区 是谁的责任区 是郑运鹏的选区 今天郭哲敏到他的辖区内的芦族农会贷款 郑运鹏你有没有涉及其中 而郑文燦你有没有被告知 竟然在巴德买土地 要到这个芦族的农会来做大额的借贷 有些睡眠问题的话可以来试试看 我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 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